气象部门预计,到今天结束,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降雪量最多可达80公分,风速最高可达每小时100公里。 省约翰斯国际机场昨晚的风速就高达每小时70公里,大量的航班被取消。 省约翰斯室内公交系统瘫痪,娱乐设施上午停止营业,省内数千居民家中从早上6点半开始没有电力供应,目前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。 暴雪造成公路能见度严重降低,环境部为此发布警告,提醒民众上午尽量不要开车上路。 气象专家预计,降雪在晚上会变成降雨,给道路交通部门的清理工作造成困难。